現在這個年代,個個有四支,價格戶都有WiFi 不少朋友喜歡看片 無論是七歲到八歲的小朋友 或是七、八十歲的長者 都喜歡拿手機錄下有什麼短片看 不少公司會開始用短片的形式去推介自己的業務 日前有一間香港地產公司拍了一條樓盤宣傳片 一開始都是同事給我看 問我這段片有什麼意見 當初我看就覺得沒什麼 都是一個樓盤的宣傳片 想不到幾天後,一件事發酵到這些公司要把它下架 再看上網的主題 有些人問他,你到底賣肉還是賣樓 有些人說他用不法手段宣傳這個賣樓 有些人說他剝光珠是浴缸 有失專業,道德敗衛 整個社會是畸形的 在網上罵人就不需要付出代價 自然有很多人要罵得多壞就得多壞 當然回到現實世界,他們可能變成羊咩咩的乖都不出奇 在港澳地區那麼多擅長嘴炮的網民 為何這位女經紀還要肉身衝突呢? 答案就是因為流量的關係 好像Youtube或抖音這些公司 他們都是一個尋求盈利的公司 盈利主要是來自於廣告 怎樣可以播放多些廣告 就是要有多些人看的 所以以上的平台公司就需要在這麼多影片中 找到最受歡迎最多人看的影片 那怎樣為之最受歡迎呢? 他就會根據他的讚數、留言數 以及這條短片的播放完整率 去決定他這段短片是不是一個受歡迎的短片 如果是受歡迎的短片 他自然會獲得更多的推送 所以有很多影片的製作社會想方設法 想想如何吸引觀眾的眼球 令他可以在這段短片中停留久一點 可以回覆多一點點 給他們一個讚 通常都是兩種方法 要是講一些很有爭議性的議題 要是採用一些很突出的拍攝手法 我覺得只要不是對他人造成一個嚴重不良影響 又或者是對事實失實的陳述的話 我覺得都是無雙大雅的 大家明白這些社交媒體推送短片的邏輯之後 相信都不難理解為何片中女經紀 就會用一個肉筋出鏡 根據搜尋結果 大家幾乎清一色一面倒的罵女主角 我立刻嚇到打開手機 看看日曆 現在是不是十九世紀 晚清的時代 看完原來現在是2022年 再查一下手機 看看這段影片是否在伊斯蘭國家拍攝 那些國家大家知道 如果沒有帶罩袍的話 隨時都有人會被人窗閉 查完之後 原來影片在香港 影片中的女主角用一個比較性感的姿態去拍攝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把它當成一條裙子 他們說這些Cutting打開淘寶要多少有多少 好像金馬獎、金雞獎、腳德小布、DV、露背的女明星 比比街市 難道又說他們破壞社會風氣了 今時今日的經濟環境 賺食已經夠艱難了 現在拍一條創新少少、出位少少的短片都包容不了 那是否要把所有的年輕人創意全部硬殺了 甚麼都不要讓他們想 這樣才為之好呢 如果連路肩、路腿 這些小事都包容不了 那又談和創新、談和科技發展、談和發展新興產業呢 歐洲在14世紀開展了文藝復興運動 打破了歐洲神權時代對人類思想限制 激起了人類無限的創意 亦可以繼承人類對生物、化學、天文和科學的追究 令到整個歐洲社會得到史無前例的進步 可以說是奠定了人類不斷進步的基礎 在那個地區 從來都不缺乏身家超過10億的有錢人 但大家又回顧一下 過去這十幾二十年裡面 又有多少家市值十多億的初創公司出現過呢 我們這個社會又有沒有孕育到一些公司 可以做到改變人類生活模式的產品呢 如果連拍一條尺度大少少的短片 都要被人厚株不乏 我們又怎可能寄望在這裡生活的年輕人 可以將他們幾天的創意 轉化成貢獻世人的產品呢 以所有內容 傳屬個人意見 要噴我的朋友 可免執免 不要留言 因為我免費時間和你聚爆 就是這樣 拜拜